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的5月19号 星期五 农历是4月24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 你好 师父 师父 我想跟你讲 最近网上有一个同修 自称有师父的法身 常伴在身 并且开了天野 在网上开了很多很多群 拉拢了很多人到他的群里 大概将近有几千个人 他把所谓的 师父法身开光的山水画菩萨像挂坠 结文给大家 还帮同修看图腾 说是师父的法身 让他这么去做的 这么就 同时 对质疑他做法的同修 他还骂脏话 骂得特别难听 同修有几位 就同时还有几位同修 常对他的群里说 他身上的法师 身上的师父法身是真的 说他非常的厉害 连东方台师父都怕他 如果遇到群里有需要设佛台的 或者有想要看图层和感应的 他们都会主动让他们和这个叫 建物同期的同修联系 有同修就梦到通过他们节约的佛像和山水画 设置好的佛台上面会出多出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 想问一下师父 东方台师兄他们已经劝导这位进入佛提同修 但他不认可 说一定要师父看图腾 才能确认他身上的法身是不是真的 还说别人对他的指责等于是在诽谈师父的法身 现在请师父辞得开示一下 他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他属于是他太想师父的法身上他身了 所以呢 他就身上会有灵性 会有其他的那个魔杖会来的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他现在讲的话做的事情 他这么强盛强恨 你说说看师父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啊 师父爱很多的弟子 爱都来不及了 我怎么可能像他这么蛮横啊 对不对啊 对 而且他说出来的话一点都不至 知道就好了 知道就叫他好好改啊 明白吗 好的 还有就是他身边还有就是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 他身边还有一群民众 但有主要是菩提两个字 另外还有一个叫子谦的人帮他一起讲话 他们一开始初期都是以师父的开示来拉人进群 群里也是发师父的开示 如果对方想要设佛台 请佛像山水画或者看图腾 他们就马上单独联系这个同修 他已经练财了 他已经练财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了 这个已经出事了 他在乱搞了已经在 明白了吗 师父像这种是因为就是这些同修辈 他们属于因为他们也属于一个通灵 就是帮人家看图腾 这种是因为这些同修辈通灵人蛊惑 修行出偏差呢 还是他们本身发心造极就不纯了 你想想看好了 他能够卖这个东西的话 他不是已经在练财了 他还是正的 他还利用师父的法身啊 他在乱讲啊 这种人这种人坚决要抵制的 不可以的 明白吗 好感恩师父 那请问师父 这些佛像和山水画 就是他们那些结缘的 也没有问题啊 当然有问题了 没没效果的呀 就是一张普通的像 那如果已经有很多很多同修 已经结缘贴在箱里和佛菜上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啊 没怎么处理 赶快念经啊 在家里天天念经啊 不念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心 这个就是末法时期的魔啊 魔障啊 太多 对啊 好吗 师父还有如果很多同修已经发给他了照片 看过了图腾 这些同修因为什么都不懂 应该怎么化解啊 不能看了 这个人在骗人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现在真的很严重很严重 所以也想让师父再开始一下 让大家真的正信正念 不要再这么搞了 他再这么搞 他下地狱了 我会跟护法神讲的 明白吗 你警告他 不要再这么做了 明白吗 好的 好的 感谢师父 开始 师父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有一位同修 他晚上连着做梦 梦到师父 因为这一对夫妻是同修共修的 夫妻双修 他连着两次梦见师父 让他们要孩子 第一个场景是在一个会客室 师父看见了这个同修说 你们两个要要孩子吧 然后同修说 我们俩已经许愿清修了 不能要孩子了 又有一次是去年梦见 菩萨和师父 封灵送了一个孩子给他们 他们要了大半年 现实中是没要到 所以就不要了 想要好好的修 师父说 你们跟菩萨问礼佛 懺悔要孩子 后来又梦见在法会现场 师父在休息间看到同修 又说你们两个再要一下孩子 还说同修有妇科炎症 需要吃一种白色药丸 然后 这个说明了什么啊 师父 这个说明啊 就说明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自己思维上面还想要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可能命根当中 真的有一个小菩萨要下来 哦 他可能还会有 明白了 是这样 因为有的时候并不是说 你说不要就不要 因为他有时候会有的 所以很多 很多人是无意当中生孩子的 明白吗 因为他命根当中有 这个孩子 他可能就会出来 因为你硬不要他 出来的话 因为他们 你就等于损失了他一个位置了 他本来就是要到人间来投胎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之前 已经许愿清修了这个事情 这个怎么办呢 就他命根根说还是有 但是他许愿了清修 现在就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去管他了 还是清修继续清修吧 也就说明他命根当中有的 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要去做 明白吗 好的好的 等了师傅 好的 还有就是 想问那师傅 如果同学 许愿给他的药金者 九百张小房子 用来过命根中的关 如果中间 梦见孩子 用的梦境 故事的家园朋友 那些小房子还要另外 你还是算在这个九百张的 药金者里边 算在这里边就可以了 算在这里边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 师傅问一下 就是 之前有问过图腾 有一个王人是在天上的 遇见天 但是师傅后来说 他在遇见天的时候 他看到 生前害了两个人 即使王人在天上 这两个人还是在盯着王人要站 想问一下师傅 王人都已经在遇见天了 那么如果受害人 就是在地府或者是地狱 这样可以到天上去来 找这个人来还债吗 根本不是他两个王人去找的 不是在地府的人去找他的 是他委托的 委托的时候 那些护法神可以到天上去 因为他这个天不是超脱六道的 所以他还有业障的 他在天道 在遇见天 或者在那个阿修罗道 这种天上 他跑着去问他要的时候 结果他说是谁 这个护法神 或者地府的那些官 马上就可以把那个人 两个形象显化出来 听得懂吗 原来是这样 所以显化出来 让他看到这两个人 并不是这个两个人到天上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的好的 那像如果王人在遇见天了 他这个境界已经算蛮高了 那这个王人 他本身自己应该也会忏悔的还债的吧 是啊 是啊 境界高的话 并不代表他没有业障啊 因为否则天灵为什么还会下来啊 为什么天人也是在六道当中轮回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有些同学就觉得牙齿略有不好 干脆就把它直接拔掉了 这个对身体和学习上有什么说法 因为我又是几个同学 有很多很多口牙都拔掉了 全部都抓了甲牙 而且很年轻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首先呢 就是牙不能拔得太多 因为牙拔得太多 这个牙根啊 这个牙床啊 会发生病变的 也就是说 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你整个的牙床都会松了 你比方说能补就补 实在不能补的话 等它烂了 它拔掉也是正常的 但是不要看到就拔掉 看到就拔掉 这个对牙床不好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不管怎么说 拔牙并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就说明你里边有炎症 明白了吗 所以尽量当心 尽量能够保护牙齿是最要紧的 晚上要刷牙 很多人永远不懂一个道理 其实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重要 因为我 因为蛊牙就是靠你一个晚上 你睡觉的时候 它牙缝里边那些不好的细菌啊 慢慢的油啊油啊 所以早上呢 你吃东西 一会儿吃东西 一会儿吃东西 你嘴巴里像漱口一样 还是干净 但是晚上你必须要刷牙 如果你不刷你 睡在床上 它这里边蛊虫就在你牙缝里 这么弄啊弄啊 你牙很快就住掉了 明白了吗 嗯 哦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此备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有一位师兄 就是澳门的一位师兄 梦见师父法生 开设梦里 说你们看看这地方 人来人往 来的人多 但近来听得少 你们不需要 这么贵的地方 去东马沙巴 可以在学校礼堂 那会划算很多 问一下 东马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马来西亚沙巴呀 嗯 嗯 这个其实这个没什么 这个就是说 可能就是 渡人的缘分并不成熟呀 嗯 哦 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这个这个赌场 不是太好的 气场也不是太好的 这个这个赌的话 我们国家政府都不 都并不是太赞同的 嗯 嗯 好的好的 嗯 明白了 好 我知道了 感恩师父 祝贝开始 今天没什么问题了 感恩关心一下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嗯 喂师父您好 哎 您好 嗯 我想 我就想问一下 我说了 昨天这个梦 梦的众生吃肉 嗯 是怎么意思 他的耳朵旁边 很多龙的那种 是吧 众生干嘛 吃肉啊 啊 吃那个生肉 昨天 其实今天早 是那个五点半周年左右 梦见谁在吃肉啊 梦见众生啊 就是我 在一个店里去 每次看到众生吃生肉 很多人是吧 嗯 嗯 那不是太好 所以现在 现在当然了 现在 梦见众生吃肉 就是他们在制造自己的苦因呀 以后我们就有苦果了呀 所以一个人不能制造自己的苦因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耳朵旁边还有那种龙的那种 什么意思 耳朵边上有什么 耳朵旁边有龙 有龙啊 嗯 耳朵边上有龙是好事情啊 嗯 是吧 嗯 嗯 耳朵边上有龙的话 就说明有龙天护法呀 保护他呀 嗯 哦 这样子的 嗯 这样啊 来了叫他进来讲 嗯 嗯 可能蛋白子不够 我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 师兄叫我吃鸡蛋 什么意思 师兄叫你吃鸡蛋 可能你的 你的那个蛋白子不够 你要吃点鸡蛋了 嗯 好吗 嗯 嗯 师兄我想问一下 我讲 最近时间 半时间不剩 念经了吗 请不得家说 念经我生于地址啊 是啊 念经啊 要 地址要念经的 不念经没用的 不念经了 已经是残住了 是吧 嗯 自己当心点 身体当心点 啊 一个呢 不顺理有两种 一种看看是不是三六九 自己有没有结 第二呢 就是 第二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 自己有没有做了什么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嗯 是我以前做了 很多 车队降师傅犯会 嗯 嗯 师傅呢 嗯 今天下说一下 我 跟父的妈妈都 愿 用一包一包的房子 去 愿化节 还有 上回 每天念 念得 有些七点五件的意思了 嗯 好好的念吧 有时候有一点 节 节来了 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说明你 能够预约 就能够跨过去 你如果觉得自己最近很不顺利 你就得跨过去 没办法 多念经 有时候 比方说你平时功课是做这一点 自己觉得最近很不顺利 你可能要多念一点 嗯 哇 我现在 今天是一百年八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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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加一点 好吧 好 当然 师傅啊 当然 师傅 再见 没问题了 再见 辛苦了 师傅 再见 嗯 再见 喂 你好 喂 师傅 你好 你好 喂 师傅 你好 师傅 这是 你平安 嗯 嗯 师傅 呃 请师傅 可再开始一下 几个问题哦 嗯 师傅 呃 就是 就是您常说过 呃 假如我们一直去菩萨 呃 某件事情 我们就会用在我们的工作嘛 那请问师傅 假如我们在法会做义工的时候 难免都会那个睡眠不足啊 而造成自己很困很累 嗯 那想请问师傅 就说 假如我们就是在法会期间啊 我们每天早上 就是跟菩萨 呃 请安 就是 取取菩萨 持悲 加持我 某某某让我今天更有精神啊 不会困 能够做好呃 呃 呃 依工 请问师傅 这样会呃 用掉我们的功德吗 呃 不会 好事情啊 菩萨开心都来不及了 嗯 哦 这个就是会用掉我们的 呃 就是要菩萨帮助你啊 能够克服自己身上的 这个这个烦恼啊 啊 这种业障啊 懒惰啊 啊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西游记里面 你看见的呀 唐僧经常求观世音菩萨啦 圣悟空 都在圣佛 经常 上到天庭天庭去跟观世音菩萨说 对不对啊 菩萨 你帮帮我们吧 你说会用到功德了 菩萨会救我们的呀 所以很多人在欲望上面克制不住 他就说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克制欲望 不难为情的 因为你是人的 你很脏啊 嗯 你求菩萨就是为了改变自己啊 对不对啊 对 那有什么 就是一个小孩子跟妈妈讲 妈妈你帮帮我 妈妈会不帮你不了 哦 好好好 好的师父 好的师父 爱师父 还有师父 就是有一 他有一个就是 假如我们在法会做义工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功德有漏 假如说说 比如我们真的有功德有漏了 比如说好像漏了大概百分之二十啊 三十啊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就跟菩萨说 我们把最常法会的功德 全部一百八千都给我们的家人 请问师父 那个一百八千给了之后是 是我们那个有漏剩下了 还是我们还会有欠 这样子呢 很简单 你不是给他全部的 你是给他只是一场法会的百分之一百 听得懂吗 啊 对对对 那是不一样的 对对 那你等于一场法会 你没去参加 你把做的功德全部给人家了吗 也不会怎么样 如果你说你把你整个人一生的功德百分之一百给他 你马上就躺下来了 哦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那还有师父 呃就是在师父的拜华华法里面 呃师父有说到了就是呃我们自己就是用功德消掉我们在八十千中里面 中间那个业种啊 那我是想请问师父说 如果我们都一直把我们的功德好像说在我们做法会的功德啊教育会的功德一直转业给我们的家人和他们身体健康 那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就没有功德 你给了人家之后你还有一点 哦 送送人送人那个鲜花手有鱼香 对不对啊 哦 你送人玫瑰手有鱼香啊 你今天把功德给爸爸妈妈了 你是不是孝顺啊 你孝顺有没有功德啊 当然有功德啦 只是功德多和少的问题啊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师父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消掉在我们那个八十天中 别人那个业种 嗯还是可以的 只是会比较慢 是吗师父 是啊 嗯 哦 好的 那师父 接下来就是 上次是有同修在雅加达法会拜师嘛 啊 但是当师父在拖地址上去的时候就有这个同修他就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两只 是有空出现了三次 想请问师父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有有有是什么有啊 有就是那个有 空就是空掉的空啊 有没有那个有啊 说明他现在已经有心中已经有空性了呀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干净了呀 这还不懂啊 哦 哦 就是这个 悟空 那么就是开始开悟了这个空性 你心中已经有空了嘛 一个是悟空 对不对呀 这个是无空 对对对对 无空就是没有空 对不对呀 哦 哦那他是有空就是他现在是有空性 对啊 他已经开始有空性了啊 就是开始开悟了呀 嗯 嗯 那好 那想请问师父 如果还没有拜师的人啊 他是否可以读那个我们的地址守直 那可以啊 没关系啊 可以啊 这一生不可以啊 你不是 你不是地址 但是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按照地址的标准来做啊 嗯 对不对呀 像我们现在不是法师 但是我们不是在守戒吗 按照法师的戒在守吗 是的 是不 啊 就这样 哦 好的 那师父再加上了 师父你稍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 就是 玄学上一个人 时常面临选择 这什么寡暴 因为 有时候选择是很痛苦嘛 那根据这个问题 如果有时候遇到 选择我们可以念什么经文 什么要起去 选择嘛 念心经呀 哦 念心经之后 请观世音菩萨帮我选择 你这样的话 你 你念完心经之后 二十一遍 念完之后 你静静的想一想 你可能就会有选择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哎呦 菩萨保佑 这声音没了 哎呦 杂音杂得来 台长烦死了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 嗯 还有师傅 这是有一位女同修 她们见两条白石 嗯 一旦女同修靠近两条石 就绕着女同修七 然后同修走两条石 就一条一边困在独子 请问师傅 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没什么意思 这个就很简单 毒蛇啊 你说的是啊 白石啊 白蛇 她害怕不害怕了 哦 没有 害怕不害怕 不害怕的话 就是说明 她有过世的亡人啊 哦 有过世的亡人 嗯 很麻烦的 哦 过世的亡人呢 嗯 就是她又念小房子 给那个 可是她又 都不 没有梦见亡人啊 师傅 没有亡人 我讲的毒蛇嘛 就肯定是亡人已经变了呀 或者投蛇了呀 哦 投蛇死掉之后 她还记得 只要她一死掉 她就记得谁是谁 她过去的亲人的呀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有的人那种 这种灵性 为什么附在人体的身上 就是这个道理呀 明白了吗 哦 那 那这位同修 她就是要 要念那个 小房子 是说给她自己的药精子吗 对呀 哦 哦 好的 好的 那还有 接下一个梦境 师傅 就是呃 有同修梦见亡人 踩三轮痴 在隧道 前方白光周边 都没有任何人 任何 呃 人或者是 呃 事物 那亡人生前呢 大部分就是 踩三轮痴 过生活的 什么叫踩三轮痴 听不懂啊 三轮痴啊 师傅 什么叫三轮痴啊 三轮痴啊 三轮痴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哦 上个轮子的车是吧 三轮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那个脚踏痴啊 对对对 啊 这个 啊 那周梦子这个同修啊 出现在梦里 就叫父亲 王人就停下来 同修就问王人说 呃 有没有收到小房子啊 王人就会带有 同修叫王人 好好跟直观心 补下念经 然后同修就 往那道白光出去了 啊 之前师傅给王人 五八八看过头的 八十四张小房子 今天完了 然后同修在许愿 七十八张 和之前还有多 除了那个三十张 啊 一共有108张 啊 请问师傅这个梦 是不是王人用投胎 还是去呃 其他地方呢 你记得王人讲了半天 我没听懂 嗯 对不起 就是说呃 同修他就是师傅 上次有看 这个王人就他念 八 就这个同修念八十四张 小房子给他的父亲嘛 嗯 他就想请问说 这个梦境是 这个王人就是要去投胎了 嗯 还是他又去其他地方呢 这个王人啊 啊 对 应该没什么吧 嗯 哦 没 没什么 嗯 意思的啊 嗯 没什么大的意思 嗯 哦 好的 师傅 师傅 我再继续问哦 呃 如果我们有很重的业障 我们应该多做哪一方面的功德 任小房子放生 去房会做义工 呃 应经书 许愿 加强功德 业障很重的话 首先 嗯 业障很重的话 最好的方法 先念礼佛 一定要念 念礼佛 嗯 念礼佛之后 嗯 念 先念礼佛 念了礼佛之后 做任何功德 就说 消我的业障 听得懂了吗 这是一个方法 很好的方法 哦 那就是 好好的师傅 就是 这个就是 想请问师傅说 就是有一位同修 他就遇到 遇到 一个情况 就是另外一个同修 觉得自己的业障很重 呃 就想尽办法 家园法师的小房子 多少小房子 给自己 嗯 他又很少放生 呃 也不 不少的花钱 去呃 参加法会 做义工啊 嗯 请问师傅 呃 这样的做法 可以 消夜障吗 嗯 反正无所谓的 呃 他 他 就是说 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 一个医生 你学 学医的时候 你对 呃 眼科 很重视 对其他科不重视 那你最后就是 成为眼科方面 比较好的 但是其他方面 都是不一般的 你今天不肯放生 不肯怎么样 但是呢 你可能在某一方面 你做 义工啊 也是会有收获的 只是这个收获不全面 听得懂吗 嗯 比方说 你今天喝水都能活的 但是喝水和吃饭 呃 营养均衡不均衡 那当然不能单单喝水了 你单单喝水 你身上 人体上需要很多的营养 你都没有了 你今天学佛也是这样啊 嗯 你现在要自卑 你又要善良 又要度人 嗯 啊 又要去 啊 爱护众生 又要 又要去 这个这个这个 让让别人能够得到 那个佛光普照 你这个 这个想法和一般人的说 我只管自己 门前雪 不管他人 瓦上霜的话 那你当然这个 所得到的功德 当然也不一样 他有功德吗 你问我 当然有 那工作大小呢 那工作大小呢 深和厚呢 嗯 啊 能量呢 全部都不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师父 哦 好好好的 那那师父 那师父 在前梦 就是同修梦见很多鱼和鸡 要同修救他们 然后同修在梦里面往生中的欺负 请问师父 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救鸡啊 鸡啊 鸡跟鱼啊 要他 又又 就同修救他 救他们 就叫他多放生呀 哦 多放生啊 嗯 好 好的 那 那请问师父 就是有同修 还有同修他看过 嗯 两种的观地菩萨像 两个版本 就是有一种是周昌菩萨 在观地菩萨的右边 另外一种就是 像我们 我们心理法门的 在左边 请问师父 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我问你啊 你站在左边 站在右边 有一样不了 一样啊 师父 你站在左边拍张照片 和站在右边拍张照片 一样不了 一样 那好了 有什么意义 你连你都一样 菩萨有什么不一样了 嗯 好 好 师父 就是把同修问一下 没脑子啊你啊 师父 对不起 师父 呃 再问你个问题 就是说 呃 我们这里就有一位 同修 他是刚修嘛 上次在亚加达法会 他就 开始念了小房子 然后呢 他就是 他也是 身长不好 然后他就是去 他医生 要住院 那想请问师父 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刚修的人 他是否可以在那个医院里念小房子 点小房子呢 师父 医院里面不干净啊 白天 白天的话 只能只能念念经啊 念完经之后 偷偷的跟菩萨要讲一讲的 否则这个地方不干净的 嗯 好吧 应该菩萨也会同意的 但是问题一定要跟菩萨讲的 哦 就是他也是 白天可以在医院里面 我们的小房子 里面的地位 那个心情 和往上走都可以 对啊 然后点呢 也是在 白天还是可以点嘛 师父 对啊 这个红符 对啊 哦 烧的时候 烧的时候就又叫他的先生帮他烧 对啊 在家里 啊 哦 好 好 师父 呃 师父 在解一个梦 就是有一位同修他梦见了 他的菩萨吊坠 放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呢 就来了 另外一个同修 就不小心的把那个吊坠 塞在地上 地上 而地上 破了 然后这位做梦的同修就在了梦里说 他需要念礼佛吗 几遍 这 就是他梦境 请问师父 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念礼佛呀 就叫他念礼佛呀 哦 他这个做梦要念礼佛呀 嗯 做梦只要是那个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讲了 你就念好了 人家问他说 哎呀 要念礼佛吗 就是叫你念了呀 人家问你 这个事情你要做吗 你就要做了 人家说你这个事情要花钱吗 你当然花钱了 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嗯 好啦 嗯 是的 师父 师父在最后一个问题呀 就是呃 有一位同修 他就是修了大概有一年了吧 就是他 他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他呢 念那个功课必须先念大悲咒 接着念星星 接着就一定要念礼佛 他的礼佛不可以放下 好像越来越小住才能念礼佛 要不然他每天晚上就会很难睡觉 请问师父 呃 面临这种问题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这是他自己的心理上的问题呢 为什么他的那个事实他说 为什么他的他的功课功课 大悲咒星星和礼佛 一定要排下来这样的念呢 都可以念 没问题的 哦 都可以 就是说 早点 早念晚念都一样 好吧 哦 你自己的思维要清楚一点 你讲话 思维不清楚啊 你以后要跟 才打进电话来 把它写成一条一条的 事先 做一点功课 你就不会讲这个乱七八糟了 你讲这个才让猛叉叉 搞一搞不清楚 明白吗 这个我没有写出来 这就是师父 我的核文真的很不好 我会好好地写的 好 师父 地址这里就没有问题了 好 再见 再见 师父您好好休息 好 谢谢 感恩 好的感恩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自话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